国民党2020选举大败党内检讨声浪四起 各界关注国民党如何进行改革 国民党代理主席林荣德提出 要在22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宣布 并要求年龄超过60岁的中常委 全面退出中常会 而国民党代理秘书长曾明宗也表示 22号中常会将提出成立改革委员会 国民党代理主席林荣德19号接受台媒访问表示 在22号召开的中常会 他将宣布并要求年龄超过60岁的中常委 全面退出中常会 林荣德不讳言 百年国民党有很多的包袱 现阶段他能做的是从权力核心的中常会着手 在代理期间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与党秘书长曾明宗密切配合 选出党员期待想要的下一任中常委与党主席 年纪相对比较资深的 而且没有民意基础的 能够下一次真的要选的时候 不要再参与相关的选举 资深有资深他的一个 他的经验 那青年有青年的动力 跟对社会的对话 国民党应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老人要不要退 国民党内并没有共识 国民党代理秘书长曾明宗表示 22号中常会将提出成立改革委员会 初步规划方向为组织改造 检讨两岸论述 制度化拔着青年 健全财务 文传会组发会主委 将由国民党集民代王韵米代理 所以未来包括文传会这边 怎么样运用更多新的媒体的工具 让年轻朋友了解国民党的政策理念 跟他们做出一些更好的沟通 曾明宗还表示 22号中常会内容 还包含检讨中常委的选举方式 两岸论述是否调整 如何让年轻人在党内 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并有机智保障 以及配合组织改造 准节支出 开源节流 当天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等青壮派成立的加一团队 也发布声明 呼吁国民党进行路线大辩论 有意参选党主席者 要公开阐述两岸路线 接受检验 每一个想要参选党主席人 自己来进行他们的理念说明跟规划 多多益散 那把政见说出来 我想让党员们 跟让社会大众来决定 部分青壮派人士 在两岸论述上走极端 比如青年部主任肖静言认为 要检讨卷共识 对此组发会前主委张亚平 严加痛斥 称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至于中国国民党主席 一直将由谁担任 外界议论纷纷 台湾媒体近日纷纷猜测 可能接任的人选 马英九 韩国瑜 郭台铭 朱立伦 蒋万安 洪秀柱 郝龙斌等人 都在讨论范围内 众说纷纭 对此 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 永龄基金会执行长 刘又彤19号表示 郭台铭没有意愿参选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 坦白说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考虑 目前如果有这样的声音传出 我相信比较是属于国民党内部一些 就是权力斗争下面的一些 空缺来风 那可能也是想要刺探一下 就是说这市场上 或者是其他可能有竞争者 是不是有这些动向 此外国民党及民代蒋万安 19号也就参选党主席话题 做出回应 目前我并没有规划 要参选党主席 但是党的改造工程 我绝不缺席 inverse screening 这样 一个月人从村堂上 也可以尝诺 我不想让她的 想微笑 没有想到 这么击 不是 不知